健身有时候可以特别贵 从会员卡 健康餐 到衣服 各种装备 补剂 我都不敢仔细想 从开始到现在 到底为健身花了多少钱 太贵了 尽管作为一个普通人 咱们没有必要像我教练那样 每个月开销那么大 但我相信很多校伴跟我一样 还是会经常问自己 花这么多钱来健身 到底值不值得 其实要弄清这个问题 就是要了解一下 健身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 可能大家听出过一个东西 叫做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理论 那通过健身呢 咱们可以强身健体 增强体质 达到健康的需求 通过参加团课 以及一些集体的项目 结识到新的朋友 达到社交的需求 通过健身改变身材 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认可 满足装的需求 以及通过克服困难 完成目标 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 这么多好处 总有一个适合于你 但是大家要清楚 所有这些好处 都是用钱和精力换来的 那接下来 根据我多年以来 投资自己的经验 我会告诉大家 在健身过程中 有哪些钱 是完全没有必要花的 以及如何在必要花钱的地方 进行节省 用最低的成本 获得一个好身材 AKA 科学白票 OK 健身房会员卡呢 其实是非常大的一笔开销 如果咱们想节省的话 就必须从健身房的角度考虑 大家要知道 基本上每个商业健身房 都有销售目标 也就是业绩 那销售小哥们 为了能够达到提成 拿到业绩 往往都会在一些特定的时间段 搞一些促销活动 Always be closing 你就比如说 刚开业的时候 年底的时候 月末的时候 这三个时间段 就是你入手会员卡的 最佳实力 当然如果你等不了那么久的话 在和销售谈话的时候 问问有没有学生优惠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问问 如果你再叫一个朋友 或者家人一起来办卡的话 有没有折扣 一般情况下 销售手上都会有一些 调整价格的空间 但是如果你不问 他绝对不会主动的告诉你 OK 假如说咱们现在已经谈好价格 你决定要付款了 这里还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 上来就买年卡 年卡看上去比较划算 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 就是半数以上的人 在办了年卡之后呢 六个月之后就再也不会使用了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尤其是对于很多新手来说 大家一定要考虑到自身的情况 比较稳妥的方式是 大家先问问有没有失用卡 或者先办一张寄卡 在这段时间内观察一下 交通状况怎么样 健身房开业时间符不符合自己的情况 气息也能不能强大 当你了解这些之后 再决定要不要办年卡 实际上会更划算 大家看到 这是我经常来的健身房 现在还没开门 其实在健身过程中 最花钱的地方 也是劝退很多人的地方 就是饮食 那为什么健康的饮食会比较贵呢 主要是因为优质的蛋白质很贵 如果大家希望省钱的话 就需要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蛋白质 比如鸡胸肉 鸡蛋 蛋白粉 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蛋白质单价的表格 而当你买食材的时候 大家要记住 菜市场永远必超市便宜 冷冻的要比新鲜的便宜 大包装要比小包装便宜 我自己呢 因为加州也没有菜市场 所以每次都是来超市 一次买一周的量 肉类除了牛肉之外 都买冷冻的 因为鱼很容易坏 而鸡胸肉呢 再怎么新鲜 也好吃不到哪去 除此之外 给大家推荐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东西 就是鱼罐头 不管是三文鱼还是吞达鱼 它不仅价格便宜 而且营养价值很高 我通常会在晚餐的时候 拿它做沙拉 准备起来也非常方便 从准备饮食的角度讲呢 可能大家已经知道了 自己备餐绝对是最便宜的 但这里有个很常见的错误 也是我自己犯最多的错误 就是一次准备特别多 比如七到十天的 有些人甚至一下准备半个月的 结果发现吃几天就腻了 最后只能扔掉 反而造成了浪费 所以后来我结合了自己的实际情况 每次只准备三天的量 而且每次用两种以上 不同的方式备餐 这样不仅可以省钱省时间 还会确保每次都能吃完 避免造成浪费 我在之前视频里有提到过 几种简单便宜健康餐的做法 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看 等大家之前听我说过 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可以请一个私人教练 因为他可以有效的 帮你节省时间成本 但其实绝大多数的健身知识 现在都可以在网上学到 而且很多都是免费的 所以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些 我认为比较实用的 你可以用于自学的书籍和网站 假如你只希望入手一本 关于健身的书 那我首推的就是这种 关于解剖类的书籍 它的好处在于 新手可以很直观地通过图示 学习到各种动作 而进阶训练者 可以通过加深对骨骼肌肉的理解 精准刺激到每一个肌肉 给大家举个例子 很多人觉得三头下压这个动作 就应该把肘部固定住这么做 但其实三头本身 也有让大臂在肩关节伸展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只是这么做 反而限制了它的最大发力 类似于这样的点还有很多 当你只有了解到每个肌肉的功能之后 在实际运营中 才能更加精准地刺激到各个部位 所以我强烈推荐这本书 大家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工具 反复使用 其他的书 比如力量训练基础 实话性格 健身全书等等等等 这些书也很有价值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买实体书 大家可以用网易 蜗牛图书 微信图书等等APP 可以免费地看到 网站的话 新手可以在这个叫 嗨运动的网站上 很直观地学习到各种动作 这个我推荐了很多次了 不是推广啊 如果你希望进一步学习 最前沿关于健身 以及饮食文献的话 Google Scholar NCBI 这两个是我一直在使用的 文献搜索网站 而且里面很多文章 都是免费的 还有一个是NSCE的订阅期刊 这个虽然是收费的 但是它里面汇集了很多 高水平的运动员和教练 对于健身体能运动表现 更加有针对性 比较适合硬核的爱好者进行学习 总之现在获取健身知识 要比以前容易很多 只需要大家动动手 花点功夫 很多人对补鸡的认识 不是智商税 就是可以马上改变你的领养 吃了就长肌肉 其实它只是咱们饮食上的一个延伸 给大家举个例子 假如你现在没有饮食计划 看了上个视频应该有 或者饮食做得很糟糕的话 那你现在就没有必要考虑补鸡 因为咱们吃补鸡是为了改变身材 可当连基本的饮食都做不好的话 当你身材没有变化 你反过来会埋怨补鸡说 靠 没用 智商税 再举个例子 那假如现在你有饮食计划 但发现通过饮食 摄取计划里的营养比较困难 这时候你可以考虑补鸡 来帮助你更容易地 获得这些营养元素 所以如果你预算有限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 把更多的钱 花在优质蛋白 优质脂肪 这些饮食上 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让我推荐一个补鸡的话 那就是蛋白粉 因为它真的很方便 如果让我推荐两个的话 那第二个就是基酸 因为它不仅便宜 而且能够让我身体储水 确实感觉到变化 除此之外呢 我自己还会吃一些 蛋泵啊 鱼油维生素 以及一些注销化的补鸡 但是因为这个并不适合所有人 所以我就不在这里详细讲了 如果大家对哪个补鸡感兴趣的话 可以发弹幕或者留言让我知道 咱们可以在以后的视频里 一起聊一聊 到我训练的时间了 我训练的时间 哇 外面下雨了 可能大家看我以前的视频就知道 每年我至少会去一到两次的健身展会 除了去见见朋友 看看比赛 拿拿赠品之外 这是一个很好的省钱方法 最吸引我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健身装备 我一开始也会花钱买一些 但是后来发现 这些东西对我日常健身的帮助 都是非常有限的 大部分都扔到角落机会了 其实拥有一个好身材 并不需要很多装备 你看那些接见大神的 什么都没用 街头健身 随时随地健身 但如果你跟我一样 去健身房取铁的话 有些工具可以确实帮助到你 比如这个拉条 拉条 拉条 因为咱们练背部的时候 主要都是这种拉的动作 但有的时候背没练到位 手就已经抓不住了 这个东西可以轻松的 帮咱们抓住重量 更好的刺激背部 它在我健身包里 是使用率最高的一个东西 如果你只买一个装备的话 我推荐这个 剩下主要是防止受伤的工具 比如说这个腰带啊 通过配合呼吸技巧呢 保护咱们的腰椎 还有护腕护膝这些 但如果你不做大重量的话 这些其实也没有必要 因为避免受伤的重点 并不是靠护具 而是要把动作做规范 而筋膜枪筋膜球这类 比较适合拼硬核的爱好者 如果你刚刚开始健身 还是把钱留在饮食上吧 在做这期视频的时候 我也在回顾自己的过去 我发现以前的很多消费 都是不理智的 当时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占据我大脑的主要思维是 我想要什么 而不是我需要什么 后来我看到一个方法是 如果你特别想买一个东西 先等24小时再进行决定 这样会避免很多冲动消费 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其实省钱和减肥的道理是一样的 都是在对抗 及时行乐这种心态 但是大家仔细想过没有 我们为什么要省钱和减肥 而不是马上买 马上吃呢 因为没钱 因为省钱和减肥这两种行为 都会让咱们在将来的生活中 有更多的选择权 而拥有选择权本身 就会给我们带来幸福感 对于咱们大部分人来说 省钱的意义也在于此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订阅 并把你的小铃铛点开哦 同时这期视频里的省钱方法 我总结成了一个小卡片 大家只需要关注公主号建筑师 并在里面回复省钱 就可以看到了 视频的最后 我还想让大家一起回过头来 看一下这个金字塔 其实咱们很多人健身的目的 就是为了能够获得一个好身材 被他人所认可 也就是这个尊重的需求 别说你不是啊 这本身没有问题 而且它可以成为咱们健身的动力 但是当你过度放大它 你就会在潜意识里 把所有健身的意义 和获得好身材 以及被他人尊重 花等号 这样的问题在于 一旦你没有达到理想中的身材 你就很有可能失去动力 放弃健身 所以我希望大家重新想一想 你为什么要健身 对于我个人来说 它只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 提升幸福感的工具 好 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下个视频再见 下个视频